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小猪价美食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打边炉 因为今天周末家里来那些客人 打边炉比较方便一点 菜就不用一一去做了 一会儿我们有小孩 小孩喜欢吃我烤的蜜制小排 一会儿我们用把这个小排给烤了 今天买了两根排骨 接下来我们就把鸡汤包下去 包好鸡汤以后 我们把虾处理一下 实现抽了一下 再把蜜制排骨烤了 先煲汤 先把鸡肉焯一下水 要冷水下锅 焯随时加点料酒去下腥 好 现在可以了 捞出来用清水洗一下 洗去它的浮沫 现在把清洗干净的鸡肉 倒在铸铁锅里面 冲减一个 一小碗姜片 加点料酒 再把玉米加进去 玉米煲汤比较喝起来 那汤比较鲜甜 再把干的瑶柱加进去 加入清水 盖上盖子 煮开以后转为小火 煲一个小时 鸡汤已经煲下去了 接下来把煲鸡汤的时间 我们来把排骨焯一下 把排骨也炖下去 现在排骨焯好了 把它捞出来 洗一下 烙锅冷油 倒这么一小碗 煮好 冰糖浓化以后 看颜色成为棕色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可以把排骨加进去 加点生抽 再加料酒 再加点老抽 蚝油 一勺 再把葱 蒜 姜 干辣椒 一起下锅 把它翻均匀 再加一小勺盐 再加漏清水 清水没过漏就可以了 盖上盖子 大火煮开 转小火炖40分钟 现在排骨也烤下去了 汤也包下去了 剩余的时间 我们来处理一下螃蟹 先打开盖 把蟹盖里面的蟹味拿出来 把蟹筛取掉 把豆豉取掉 现在我们把螃蟹清洗干净 洗去两边的泥沙 还有背部 把蟹改刀 一个蟹切成四把 完成 接下来把大虾抽离一下 先把虾叉虾剪掉 接下来把取出虾脑和虾线 用剪刀开背 好了搞干净了 好了现在食材全部准备好了 现在汤时间到打开看一下 哇塞炖好了我们放一小勺盐 现在把它舀到火锅里 刚才一大锅太重了 舀周也炖烂了 好了一锅鸡汤就完成了 现在排骨时间也到了 打开盖子看一下汤汁 哇汤汁收的刚刚好 哇塞好香哦 好了最后一个菜 好了现在一桌菜全部完成 汤也包好了 鸡汤也包好了 螃蟹全部处理干净 虾也处理好了 最后一盘蜜汁排骨五花肉也做好了 好了今天一做完美的打边楼就完成了 如果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 请点关